卢士传说的概念是一样的 虽然Styleweaver在机制上有许多的变化与衍生战术的差别 但如果你是个熟悉卢士传说的玩家的话 那么游戏整体上手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游戏在卡面描述上也模仿了卢士传说的风格 简洁明了的文字说明 清楚地告诉了玩家这张卡有什么用处 从而降低了游戏的学习难度 当然仅是上手简单并不能吸引玩家进入 游戏中卡牌的联动和场面的交换才是卡牌游戏的魅力所在 游戏有五个基础的职业 玩家在游戏中可以将五个基础职业量量组合 最后形成了15种职业组合 游戏支持PVP和PVE两种模式 两种模式都可以为玩家提供经验 用以解锁卡牌 在PVP模式中除了传统的天梯模式外 还有竞技场模式和随机卡牌模式 保证了技术档和新手的不同的游玩需求 游戏的经济系统对免费玩家十分友好 游戏中的卡牌分为基础银卡金卡 每种卡只有细有度的不同 可以打开一个游戏的键面 点击SUNA 这种话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个WX的运游戏包 输入邮箱后 对下邮箱发送一个确认通道 确认通道点击P准 就可以进入到游戏内的一个创建的屋界面 这种话我们已经创建屋了 我们是创建了一个感觉 我们通过几幅图来看一下它创建的一个界面 这一话就是注册钱包之后的一个游戏界面 首先要设置你的游戏用户名 接着选择页面中的一个性别 在于什么表现自己 既然还要勾选下面的游户守则 以及你年满18岁的要求 刚开始游戏每个玩家都是一个初级换工的身份 之后的话 就是进入到一个选择星球与土地点面 这一话是一个选择你要开采的星球 选定星球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选择土地和多标 这里会显示一个每秒能挖到TLM的数量 你的星球质压越多 选择土地时需要考虑一下几点 堕标 土地位于星球的堕标 并于时间和查找 严定率 例如在您所开采的TLM书的收藏率 例如你找到10枚TLM 严定率为20% 则保留8枚TLM 而所有者将获得其他两枚 TLM收益乘数 如上途所持 你的TLM收益率将为1.7倍 充电时间 采矿冷却时间乘数 你将需要等待1.7倍时间才能来测开采 NFT运期乘数 你将有1.7倍机会找到NFT 套层数 会在不同的设备上影响挖矿效率 上面这些输入时 会在相应的收益和充电时间计算等方面来参与公式 选择完整以后 就进入到挖矿工程节点 接着可以点击这里 进行挖矿 这是系统会先自带你刚开始挖矿所需要的基本工具 产生 所以就可以直接游戏 接下来的话是一个星球质压的一个功能 先选择质压TLM星球 选择后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TLM的质压数量 一个星期质压的TLM数量越多 用不挖矿的TLM也会越多 注意如果要取消质压 只需要两天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挖矿工具 在A游户中 NFT有六个不同的稀有读级别 它们是大动 通用 稀有 史诗 谈情 和神话 接着四斗光泽度 你无法供来按不同光泽度预先制作的产度 你必须将NFT组合或断刀在一起 以创建 具有更高光泽度的三个NFT 来增加上的光泽和属性 在图中的话 像是一些NFT卡牌的各项数据及信息 都可以看 这个游戏的收益和运气值本确都是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 但是没有其中挖取的任何物品都可以把云前保市场进行出售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登陆到自己的WX钱包 浪股 选动挖起人事件 你就可以在这个市场挑选公满工具符合 NFT游戏卡和土地等 或者你可以参与拍卖 出售自己的市场 每个NFT 土地 工具 一些是 云兵 发起等 而且市场还提供的交易和画面 不显支持探访 组合广 来看一下这个 盾心 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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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M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竟游戏买产的装备都是用WAXD技巧,资源上市后,买一款装备的玩家除了炒DRI11,金价比最高的产者,其他的都亏了,玩家和资本决定机制和币价。 综合来看,TLM官方背后运营和资源应该都比较长大,有少许的可能,而且WAX的门槛很低,游戏生存环境比较好,我们来中间加个快游戏。 A21,现在与EHIPA,WAX和必然智能链区盘场,是一块NFT的元族,是一个分布台七个星球上的元族,但是如果相互竞争的道德概念,这款游戏使用了不可替代的代理。 居然开散游戏的加密货币TLM,最像游戏的阿雪有使用的游戏货币AXS一样,可以加两种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 通过抵押和法文更高价值的功能,来找多写情,在游戏中,你不仅可以收集和使用读册的数字物品,还可以放取或购买MFT包,让你通过玩游戏和参与Pinic到A1网民族。 A1网民族的游戏。 A1网民族的游戏货币AX,那不仅在A1网民族上都有非常多的游戏项目,就像是我们前几期说过的元宇宙项目,Vivi。 那听说Vivi最近开放部分用户这是MTL功能了,那相信这个功能也会很快上线。 那如果新来的小伙伴不知道Vivi是什么项目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期视频了解一下。 我们回到GOG,GOG是一款免费有玩的3DNMO RPG游戏。 游戏是借鉴了安裂功换成的玩法,而且是一款移动端的游戏。 你可以在厕所玩,床上玩,想玩就玩。 而且官方强调机动机是去主PVivi模式的。 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游戏平衡,保障用户的游戏体验。 因为目前大部分的练游的PVivi模式,都要玩家双方先付出一定的费用才能参与。 如果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剩,那无疑是给科兴大佬重现。 所以游戏的核心玩法互免是PVivi以及国会模式,来攻击副本,从而获得资源。 用这些资源来注册防备或者召唤英雄。 而下面我们会说到的共同富裕机制。 那关于GOG的英雄,每个英雄均有一个主动和被动技能。 而派系分为Empire、Glade、Hord三种。职业则分为射手、战士和法师。 那为了符合策略性的玩法,所以每个职业分别拥有水、火、土、光、暗、五种属性其中一种。 而系有度则分为普通道转奇。 在经营游戏副本之前,也就需要先购买或者使用免费英雄来参与游戏。 那怎么购买这些英雄啊?不少玩家来到官方的页面,才发现所有礼包,都被早期玩家扫光了。 那晚来的,都对游戏感兴趣的玩家岂不是没机会了? 那其实还有一些机会。 先来跟着我来到官方的历史华的公共频道。 官方会在这个频道固定期的发布英雄或者宠物受害活动。 但是,官方还有一个审核条件,就是他们会审核你是不是在活动发布之前已经贯入了他们。 如果不是,他很抱歉,你99%会失去这次的重强机会。 因为官方是非常负重的用户是不是真实的GOG太熬者。 那反之,如果你在活动前已经贯入了GOG的社区,那就今天有命吧。 毕竟这个项目已经有20多万人关注了,库库也很想要娱乐。 不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加入我们社区,我们一起稀释一下重强机率。 那昨晚,付费英雄赛了所免费英雄。 从官方的影片来看,官方应该会提供4个免费英雄给玩家参与游戏。 毕竟游戏是免费游戏嘛。 那通过副本,也有机会获得英雄或者英雄碎片来召唤英雄。 那免费英雄不可用于市场交易,但是,可以合成。 通过消化免费英雄和GEM,就有机会合成一个高级英雄。 那高级英雄可用于市场中交易。 而刚刚提及的5种职业元素,光合案都是只有通过合成获得的。 那基于这类型的玩法,在某些副本中,肯定有光暗抗性比较高的怪物。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合成了一个光暗属性的英雄,就可以卖到好价格了。 或者留到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另一种游戏模式。 那关于游戏模式,在第一模式中,大家需要准备4个英雄来参与副本。 通过副本来获得装备和GEM,那装备的作用就是给英雄带来属性争议。 让你的英雄变得更强,就想像更高难度的副本。 那网络传统游戏的玩家应该都懂了。 而这样的作用就是提高英雄的等级上限和製造装备等等。 而在游戏中可佩戴的装备真的有武器、头盔、装饰和鞋子。 这里要注意,光合是不会出售任何游戏装备的。 所以所有装备均是从副本中产出。 那如果你在游戏中帮了一些稀有装备、传奇装备, 也可以逼到二级市场上卖个好价格。 那另一种工会游戏模式,是GIG最核心的玩法。 通过刚刚发售的工会来组建成员,挑战只有工会才能参与的副本。 而工会分为四种级别,从左到右,分别是冒险家、勇士、传说和神话工会。 那不同级别的工会能容纳的成员数量、功能和售价都不一样。 例如只有2,000个的冒险家工会,发送料20刀,使能容纳20个人。 并且享有游戏判判会的9.9折优惠。 而最高级别的神话工会,只有10万个,发送下10万刀,可以容纳50个人。 并且享有游戏判判会的9折优惠。 除此之外,会者还可以获得来自工会成员任何销售的百分比收成。 最高可能10%,目前官方的工会资格已经被扫荡了。 那新手能做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暴大队。 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会。 那如果说,你有稀有的光暗属性的英雄,那你肯定就能进一个很好的工会。 那进工会的作用是什么? 刚刚不是说会长最高可以说到来自玩家输入的百分之十吗? 那进工会不就白给了吗? 酷酷介绍了什么鬼燕猴,反手就像野野场。 诶,病了。各位大老爷们,今晚这里。 你们这里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核心的乱点当事。 我称之为共同主义机制。 这工会会以某种形式, 轮辉是刚才提及的游戏卖卖会,来获得游戏装备图纸。 而这装备图纸,然后游戏的小伙伴无记得懂, 可当挑战需要用到各种不同的高级和普通材料。 而这些材料通常会分布在不同级别的副本。 那这里已经体现出工会邪术和社交等功能。 并不如说装备不好,整体低了就不能进行好的工会。 因为工会也需要小白的三下才能哭, 让大老常常打眼万能等。 从工会副本中获取到的材料, 然后购倩给工会出售武器。 而这般武器可用于出售或者用来挑战更高难度的副本。 因为刚才也说到,官方是不会出售装备的, 装备全靠不好的打造。 所以说这些有独自做出来的武器价格都会非常精彩。 因为某些工会副本中必须要用到这款武器才能更好的通过。 那如果工会决定出售这款武器, 那么所有的工会场面都会根据最深的贡献度来获出收益。 那这种独自造出来的武器肯定越早期越执行, 可能会给你带房。 那一款好的游戏, 肯定也不怪宠物之后挂现了。 那GOG的宠物是无法从部分中获取的, 必须通过官方渠道, 或者在二级市场上购买。 又或者是, 在官方的Discord公布频道的相关活动, 所以要时常关注官方社区的信息。 又或者是, 了解通过GOG的最新动态。 宠物是分配三种类型和四种系有级别的, 分别是Walkers, 主要是生成材料。 Skull, 提高装备, 速闪的第二基地。 Hunters, 提高任务奖励。 新手的话, 建议使用Skull和Unters为了获得更好的装备的奖励。 再设计尽快提供自己, 来获得加入工会的资格。 关于游戏大变化项目绘画。 休息单位的键, 总共应用的10亿美, 约百万年新手会用于游戏的持有机测试。 官方应用的1年上线Alpha和Veta版本, 计划在2023年上线公厕。 改进去的小伙伴利切关注GV的官方社区, 而目前支援GV更火力的社区当代是Quest和Discord。 所有最近消息都会发挥在这两个渠道。 总关注人数已经到了20多万了, 在官方和Discord里面还有非常紧接的中文频道。 这一年受疫情的影响, 菲律宾有120万人失业了。 这对于贫民库的贫民来说是毁灭性的, 并没有。 通过一款游戏边带游戏边挣钱, 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 每个月差不多300美元, 比当地的律师和医生还要这么多。 还被拍成了纪录片边赚边玩。 据目前的数据统计, 阿蟹Infinity已经在菲律宾、Vanera等地带动了超过15万人参与就业。 收入甚至要高于疫情蔓延前的水平。 阿蟹这款游戏是由越南团队开发的三一三式的游戏, 阿蟹Infinity, 中文名叫阿蟹, 配置于精英宝可梦的宠物养成类游戏。 玩家通过超过一名为阿蟹的宠物小精灵, 释放卡牌技能就能进行战斗, 玩家还可以进行收集养成, 并建立一个精灵王国。 阿蟹目前已经是排名第一队以太坊游戏, 游戏中的所有数据, 包括小精灵地块的资产都可以在区块链中查到。 如果你想参加这个游戏, 首先你要在游戏商场买三个阿蟹小精灵, 当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NFT数字艺术品, 类似于游戏迪物道具是可以进行买卖交易的, 你怎么挣钱呢? 这款游戏有复杂的经济系统, 大部分玩家在游戏中比较简单的赚钱方式就是每天去花几个小时做做每日任务, 1500个SLP就相当于90美元的日收入, 是该做最低平均日薪的18倍, 远超当地的律师和医生。 而中高端玩家可以通过倒卖金银蛋赚钱, 有的直接倒卖阿蟹赚钱, 由于都是虚拟货币你也可以直接卖掉换钱, 基本上就是买宠繁殖, 对战打币, 卖出换钱,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目前游戏还供兴了大量的土地, 这些虚拟土地的售价几百到十万元不等, 土地甚至会为游戏增加农民和建筑商玩家, 盛期已经有玩家通过在游戏中倒卖土地, 将土地从三百美元炒到了两万八千美元, 获得了超过九十倍的利润。 在传统游戏中, 我们花钱或者打怪, 所得的装备的道具实际上是属于游戏公司, 无法真正的转换私人财产,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由来依旧, 而NFT是基于区块链的私有财产, 它完全由用户控制, 可以自由转移和交易。 三一级电话项目的不算有限, 还是给市场带来很积极的信号, 本地节目要说的LVM就是其交友者代表, 无论是从游戏背景设定, 3A画面质感, 游戏晶晶模型, 以及主创团队等多方终合来看, 都具备了以太坊生态头部流量制作的担当, 特别是它口号就是要为以太坊而战, 对应了其背后以太坊设定价值的高刃活动。 目前,LVM还没有正式上线, 公开测试版将在2022年的第一季走开启, 它的背景正在一个遥远的神秘星球, 连续玩家通过引命为LVS的神兽去战斗, 去击败它们,然后去捕获它们, 每个神兽都用一个独特的非同众化代理跟在地表上, 在LVM的设计中, 神兽100多种, 结果它们难以常用不同, 玩家捕获的神兽各用来收集, 交易, 战斗或者赚比稀有的游戏物品, 玩家也可以选择其他玩家对战, 系统会随机体配技能差不多的对手, 在游戏中, 玩家的盔甲和武器接配置, 可以从游戏环境中去开展和收集, 也可以从暗示场中出购买, 此外, 不相关的玩家可以去观战, 并下注读比赛的结果, 总结来说, 玩家收入包括有道具交易, 采换获得的技术材料可以交易, 武器和贵甲可以交易, 暗示场可以进行神兽的交易买卖, 在TAT玩家对战中呢, 可以获得战斗奖列, 由于碎片呢, 所以捕获MFS神兽的必需品, 是新手最重要的运动工具, 碎片根据捕获LS神兽的能力, 可以注重整体, 可以从矿刀中开散, 提起碎片质量随机等, 最强大的碎片越稀有, 稀有碎片就可以捕获更强的LS神兽, 因此想要捕获更强的LS神兽, 人家就需要从游戏内置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平台中去用BTH货买独够的碎片, 以控制装备, 在IOM的当今机器设计中, 通过机身试探访的, 人家通过练一下拓展解决方案, 人家无需被铸造或者交易, LIV出售任何Desk, 要用同时具有独特的流动性万号的机器系统, 被IOM流动性挖放向物分配总值300万个ILV代币, 机器代币将在三类通过各种部网站, 奖励地奔发给充足优秀, 同流动性滑号获得的所有IOM代币, 需要被随到身后才可以提取, IOM还将进行其土地资源NFG的排卖, 总共有10万个土地, 第一次土地出售将以荷兰台卖行为出售其中的2万块, 开卖所得的ETH会归入到IOM道路管理的财库, 而IOM的财库通过道的方式来提供它的用途, 或者是奖励给IOM代币的质押者, 或者作为发展生态开发更多的游戏场领和用途。 以上这些就是以公布的IOM经理们用的核心部分, 只有需要值一提的是, IOM的两个主要创始人, 威克是七兄弟, 他们还是能抵败合成资源的龙头, SNS创始人的信用力, 这些应该都是巧合, 所以在未来呢,会从诸多创业资源上给了IOM不找其他有力的帮助, 咱就长期而言呢, IOM真正支撑起价值的还是其生态场领的扩展。 只有栩栩结构足够大, 我们家体验场景足够丰富, 其用户价值才会越多, 才越能支撑起IOM的持续发展, 这是它能否通路逆的关键。 点个关注与分享。